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今天的视频呢 我跟大家说五项内容 第一项内容呢 是关于昨天第4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 中国队和美国队的一个大较量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想跟大家说 在美国的丹佛市发生了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那第三个呢 是关于黎智英的独苹果媒体 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他不同的一些的项目呢 纷纷落幕的情况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朝鲜和美国之间 这两天的这种交锋呢 挺有意思的 做了一个发言 那他这个发言呢 是代表美国这个团队的 那美国这个团队呢 他都代表谁 代表多少个国家 真的是不知道 那我们呢 可以给他数一数 对吧 美国代表队呢 都有哪一些 他都搞了哪一些小团伙呢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五眼联盟 就是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五个国家 他们是同盟 对吧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呢 新西兰 是坚定不移的 不跟着美国的后面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 新西兰呢 从来都是这样的 新西兰就说呢 这个五眼联盟的成立 原本呢 就是分享情报的 超出这个范围的 新西兰就认为呢 我们就不再参与了吧 好 这是这个五眼联盟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七国集团了 七国集团呢 就包括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再加上英国 再加上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这七个国家 那今年呢 他们这个七国峰会呢 还邀请了四个国家来列席 就包括韩国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印度 包括南非 那这个七国峰会呢 这个扩大会议开完了以后呢 发了一个联合声明 那这联合声明发完了以后呢 回来 韩国马上就做了一个声明 说联合声明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呢 是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我们没有参与那方面的讨论 更没有参与那方面的决定 那其他的像南非呀 印度啊 还有澳大利亚呀 他们是不是参与呢 那其他的三个国家就没有表态 那现在澳大利亚呢 是本来是美国的一个极先锋 按说今年这个人权理事会第47届的会议上做发言的呢 应该是澳大利亚而不是加拿大 但是不是现在因为澳大利亚现在是烟旗西谷了吗 所以呢 现在美国又推出来了一个强硬的这个极先锋 那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代表这个美国队来出来发言 我们一会儿再说 那这里面呢 其实呢 还有一些就是重复的 这个G7呀 和这个五眼联盟呢 其实有一些重复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北约了 北约就是美国组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团伙 一共有30个国家 那这30个国家呢 除了美国以外 除了加拿大以外 基本上都是欧洲的 那他们的目的呢 实际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 因为以前俄罗斯呢 他们就是前苏联那个阵营呢 就搞了一个华约 所以呢 这个北约呢 就是针对那个华约的 那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 华约也就不成立了 那北约呢 继续存在 因为呢 俄罗斯对美国来说呢 仍然是一个威胁 尤其是在普京大帝上台之后 一直都跟美国叫板 所以呢 美国受到的这个威胁呢 是越来越大 他需要拉帮结伙来对付这个俄罗斯 那俄罗斯这个强敌还没有叫出来个胜负 现在呢 又出来中国这个强大的敌人 那中国现在呢 和俄罗斯可不一样了 中国呢 是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全面型的一个选手 不像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呢 他缺腿 他缺科 就像学生似的 他是缺科 偏科 他只是军事方面呢 还比较强一些 他的经济啊 他的贸易啊 这些方面呢 就已经被美国给打瘸了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全面型的一个选手 而且呢 在各个方面 都对美国直追甚至超越 所以现在呢 是美国非常的害怕中国 现在呢 主要的任务是对付中国 好 再说回来呢 就是说北约这30个国家 这里面呢 这个五眼联盟和这个G7 差不多都包括在这个30国的北约里面了 满打满算吧 然后呢 他一共 他这个团伙里面呢 也就是30几个国家而已 那加拿大呢 就代表美国这个团队来发言 那这个发言呢 就都是针对中国 就都是针对中国 针对中国的新疆 针对中国的香港 针对中国的西藏 这些问题 指责中国 说中国呢 侵犯人权 这是人权理事会嘛 所以呢 主要就是说的是人权 好 这是这个美国代表队 那中国代表队呢 也有人出来发言 中国代表队派出来的代表是谁呢 是白俄罗斯的总统 白俄罗斯的总统的口才也是了得呀 他在前一阵的时候呢 就接受了美国的这个媒体 我忘了是哪一个 好像是NBC吧 NBC采访这个白俄罗斯 忘了一个记者是咄咄逼人呢 但是呢 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呢 一一都给他撅回去 这个白俄罗斯总统的这个发言呢 比普京大帝还来的更给力一些 我就记得呢 他有一句话就是说 当这个记者就问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 说呢 就你们压制言论自由的这件事情 指责白俄罗斯压制言论自由 然后白俄罗斯就说呢 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 你们才没有言论自由呢 你们那黑人的命也是命 侵犯不侵犯人权 你们1月6日那个立法会那件事情 你们侵犯不侵犯人权 你们剥夺不剥夺他们的自由 然后这个记者就是说呢 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我说的是你们 我说的是白俄罗斯 你干嘛说美国呀 然后呢 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就说呢 我说的是美国 我不管你说的是谁 我说的是美国 你知道吗 这个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呢 也是非常给力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美国代表队派出来的加拿大代表 充其量就30多个国家 可是呢 白俄罗斯出来发言 代表的是65个国家 另外呢 还有20多个国家呢 他们自己发言 还有90多个国家呢 都发出来了一个正义的声音 都指责美国 美国自己的人权的问题 美国自己的人权问题一大堆 自己却扮演着一个人权判官的 这么一个角色来指责别人 美国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指责别人 白俄罗斯在发言当中呢 就指出来 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是联合国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我们都应该遵循联合国的宪章和原则 而不是美国的和美国的小圈子 所制定的这些规则 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他们自主决定发展道路的权利 不由你美国来说了算 反对美国 把人权问题政治化 和对人权的双重标准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就是那记者来采访白俄罗斯总统的时候 白俄罗斯总统就指出来 你们美国呢 你们美国那是有人权吗 你们美国是有言论自由吗 他在发言的时候呢 就是我代表65个国家 另外呢 还有90多个国家都表态了 20多个国家单独发了言 这就是中国代表队 你说哪一个代表队的声势更加浩大一些呢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 美国代表队已经是失道寡注了 美国已经失道寡注了 美国代表队是越来越小了 而中国代表队是越来越庞大的 这个世界上多数的国家都苦美久矣 只不过呢 没有人振臂一呼 没有人振臂一呼呢 他们也就都不敢挑头 现在有中国振臂一呼了 好 有很多的国家呢 慢慢的就敢于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那这件事情第47届人权理事会这个大会呢 这件事情赵立坚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也做了一个回应 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赵立坚再次的又列出来 美国一大堆的人权问题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一大堆的 这些人权问题 在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数了 我就是说呢 正在他们召开这个人权理事会大会的同时 那在美国自己家里面 在他的丹佛市 就发生了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这个美丽的风景线是什么呢 我们就知道 美国的警察呢 是强暴执法 执法犯法 欺压民众 种族歧视 对吧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运动呢 反对的就是警察 就是因为警察长期以来 对黑人的这种欺压 黑人呢 一直都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一直到去年 那个警察肖万 把弗洛伊德跪在脖子上 活活的给他跪死的 这样呢 又爆发了美国的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大抗议活动 那就在昨天 丹佛市 有一个警察 在工作当中 就遭到了一个枪手的伏击 那这个枪手呢 就埋伏在那里 事先应该是都侦查好了 根据这个美国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啊 说这个警察呢 就是遭到了有预谋的一个伏击 有一个警察呢 当场就被打死 然后呢 那个枪手也当场被打死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死亡 这个报告呢 有很多信息 警方都没有透露 没有透露这枪手是谁 就说呢 这个枪手在之前的时候 就经常发布一些仇视警察的言论 这个枪手是黑人是白人也不清楚 叫什么名字不清楚 多大年龄不清楚 是怎么死的也不清楚 就说是打死的 是被谁打死的也不清楚 听起来好像不是他自己自杀的 是被打死的 那个警察呢 是被这个枪手打死的 那另外那个人是谁 怎么死的也不清楚 这件事情 一共呢 就是三个人死 那有没有人受伤 现在也不清楚 这件事情呢 警方拒绝透露很多的信息 总之呢 就是很显然 这个枪手呢 之前发布了很多仇视警察的言论 然后警方又说呢 受到了他的伏击 那就应该说 这就是原因 就是仇视这警察呀 这就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呀 这就是美国的人权问题呀 不仅仅说这个警察 因为执法犯法 侵犯人们的人权 这一个问题 同时也表明了 美国呢 也不能保护警察的权利 警察队伍里面 你也不可能说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坏警察 对不对 那那些好警察 美国呢 也没有保护他们的人权 美国的问题大了 一天到晚的 充当这个人权教师爷的身份 去教训别人 去干涉别国的内政 白俄罗斯是深受其害的 白俄罗斯的选举呢 和美国的选举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进行 那白俄罗斯 现在这个总统呢 以这个大比例获胜 那个反对派呢 就不服 非得说是选举作弊 那美国呢 就支持这个反对派 说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 当选呢 就是选举作弊 而美国呢 美国也一样啊 美国这个拜登当选 然后呢 川普说选举作弊 但是呢 美国就说 川普呢 他们那是暴徒 那白俄罗斯的那个反对派呢 冲击了立法会 甚至冲击了总统府 美国呢 就支持说这些人呢 是主张权力 应该受到支持 他们的人权受到了侵犯 而美国呢 美国的失败一方呢 也冲击了他们的国会 然后呢 就是暴徒 今天我还看到佩洛西 佩洛西又倡议了一个 新的对1月6号 冲击国会的这个事件的 新的一轮的调查 所以你看 他们这个就是完全的双标 赤裸裸的双标 我就双标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出来 白俄罗斯 对吧 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中国人呢 应该是感同身受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香港的那个立法会 受到了那些暴徒的冲击 而美国呢 就支持那暴徒 还制裁香港的警察 这个冲击立法会 冲击国会 同样是冲击 在美国 在香港 在这个白俄罗斯 可是美国的态度 就完全相反 好 再说回来呢 就是丹佛尔所发生的 这件事情 他们像这样的事情呢 多了去了 只不过呢 其他的国家 人家还有自己的事 没有人想 去拿着一放大镜 去看你美国 去管你美国的闲事 可是呢 美国国家也不希望 你美国去干涉 人家别国的内政啊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 说的就是这个 黎智英呢 黎智英长期以来 受到美国在背后支持 而且呢 这支持并不是说 暗地的支持 就是明日支持 对不对 黎智英跑到美国去 受到美国的 这个副总统的接见 亲自 对吧 就接见 支持 黎智英的那媒体 苹果 每一天 那里面的信息 除了一些造谣以外呢 就是一些攻击中国政府 歌颂美国 邀请美国来制裁中国 邀请美国 帮助美国 和美国互相帮助 来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像这样的一个媒体 他还能叫做是一个媒体吗 他早就已经失去了 一个媒体 所应该具有的 那些方面的特性 那些方面的特点 一个媒体 你就是公正的 真实的 报告新闻 对不对 但是 黎智英的这个读苹果 就是以 推翻中国政府 以分裂中国为己任 很多的中国人呢 对这读苹果 早就已经是 非常的愤怒了 那2019年的时候呢 香港的这些暴徒 在黎智英的支持之下 香港的暴徒呢 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香港的民众呢 甚至都不敢出门 出门以后呢 有很多的行为 都不敢 非常的害怕 哪怕是一个眼神 一句话 都有可能 招来一顿的痛打 甚至失去生命 香港呢 在2019年的时候 简直就成了人间猎狱 当时就觉得 香港社会完了 如果不是有 中央政府的话 香港真的是就完了 还得亏中央政府 力挽狂澜 对不对 这些我们全都知道 那现在呢 中国政府 坚决的 对黎智英的 这个犯罪团伙 进行打击 这两天 我已经都跟大家 报道了 也跟大家都说过了 那昨天呢 我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苹果呢 是到本周五的时候呢 就将要关闭 但是这周 它们在逐渐的关闭 星期一的时候呢 是它一个 什么周一新闻 还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电视节目 那个电视栏目呢 关闭了 那周二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 哪一个栏目关闭了 星期三呢 关闭 明天 说是 就是读苹果的 最后一期报纸 说是呢 将要发行 一百万份 你发行多少份 都没有意义 就是最后一份了 读苹果就退出 历史舞台 那我看到呢 他们周一的时候呢 那个什么 周一新闻啊 那个电视栏目 那个主持人呢 在那个栏目里面呢 还痛哭流涕 就非常的不舍啊 说这个读苹果的这个呢 是有26年的历史了 那我看到 留言区 却是另外的一幅景象 留言区里面呢 有很多人 有很多香港的市民 表达了自己 对读苹果的这种愤恨 觉得读苹果呢 早就应该 给他们封杀 骇人匪浅 我看到还有人 在留言区说呢 哭什么哭 是不是觉得 以后没有机会造谣了 现在呢 就越来越多 这种正面的声音 就不像2019年了 正面的声音呢 发不出来 人们不敢发正义的声音 有个别的发正义声音的人呢 当时还都受到了打击 受到了打压 好 第四方面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最近这些天 就觉得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步动啊 觉得挺有意思的 今天看了朝鲜方面 他们的发言呢 就觉得朝鲜这几天 就是在溜着美国玩 把美国玩的够呛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拜登啊 打从刚一上台的时候 他就通过各种的渠道 试图向联络这个北朝鲜 向联络他们 向跟他们对话 向学之前的那个川普 跟金正恩对话 讨论这个核武器的问题 但是呢 金正恩他们从来都没理他们 只读不回 任何一个途径都不理 一个字都不再回应了 就扫着他们 结果呢 一直到最近 拜登呢 新任命的这个朝鲜问题特使 叫金盛 这个金盛上任以后呢 从19号到23号这五天 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 到韩国访问 到韩国访问 日本呢 也有过来 这三个国家呢 在一块 就是讨论关于朝鲜的核问题 那在这个金盛第一天 要来的时候呢 金正恩呢 就发表了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里说呢 说是对话和对抗 我给大家读一下吧 说是在17号的时候啊 金正恩在劳动党八届三中全会上表示 说为了维护本国尊严和自主发展利益 朝鲜的对美立场 是做好对话和对抗两手准备 尤其是要万无一失的做好对抗的准备 因为他发了这么一个话啊 其实也可以理解啊 美国一听 哎呀 现在呢 金正恩愿意跟我们对话了 所以那个沙利文呢 就在星期天的时候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说美方将金正恩上述对美立场的表述呢 视作是有趣的信号 沙利文就说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信号 美国将看看朝鲜是否会有与美方进行更直接的沟通 沙利文说 美国愿意与朝鲜就其核项目展开有原则的谈判 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最终目标 这是星期天的时候 沙利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的 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呢 金盛就表示说 美国呢 美国愿意和朝鲜进行随时随地无条件的会晤 但是呢 他又提出来了一个 敦促联合国执行之前对朝鲜的这个制裁决议 这其中呢 尤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某些国家 就是指中国和俄罗斯 那之后呢 22号 那是21号对吧 22号 金玉正又说了 金玉正呢 就表示说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日前称朝鲜劳动党八届三中全会 对美立场是一个有趣的信号 美方好像是以自我安慰的方式来理解朝方立场 如果美方对朝方对美立场抱有错误的期待 只会使自己大失所望 他就认为呢 沙利文的那番言论呢 就表示了美国是有一个误解 对朝鲜的立场呢 是误解了 如果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呢 就会更加的错误 并且呢 会大失所望 那这是昨天对吧 今天的时候呢 朝鲜外务相李善权又表示了 李善权表示说呢 朝鲜从未考虑与美国进行任何毫无意义的接触 他说与美国的接触呢 就是浪费时间 因此朝鲜没有考虑其可能性 他认为呢 金与正在前一天所发表的那个谈话呢 非常好 他表示呢 对金与正的那个谈话呢 表示非常欢迎 我也觉得有点不能理解 朝鲜什么意思 就耍人玩啊 其实那个逻辑是对的啊 你都说了 你不是说是可以对话吗 对话和对抗吗 尽管说呢 强调说对抗 尤其要万无一事的做好对抗的准备 但是你不是放话可以对话吗 那两手准备是啥意思啊 所以美国就做了那样的一系列的回应啊 现在呢 他们又说从来都没有要跟他们对话的意思 我就觉得现在就把美国玩得够呛 我认为这个是他们又改变主意了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态度让他改变主意的 尤其是呢 他在里面指出来说呢 不指名的指到了中国和俄罗斯 朝鲜如果是失去了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个盟友的话呢 他是肯定不愿意和美国单打独斗的 那他不是要以一对三了吗 第一就是美国 第二就是日本 第三就是韩国 那天呢 我还看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媒体 到朝鲜去访问 还做了一个视频 他就说你要是去朝鲜的话呢 你去了以后啊 但是那样的 朝鲜呢 他会接待你 完了以后呢 他就会跟你就是组成一个这个参观团 你这个参观团呢 一定要在他的安排之下 他会安排你住在某一个酒店里面 然后呢 你几点吃饭 吃完饭以后呢 都干什么 他给你安排的是非常严密的 然后呢 会有车来拉着你 到某一个地方 他给你规定到哪 你才能到哪 到那以后就给你放下去 然后呢 你有15分钟或者多长时间 你可以自由活动 完了以后呢 到点你就得回来 回来以后再拉着你到下一个地方 就是你不可以到处乱走乱逛 是这样的 你也不可以乱问问题 他们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他也有去问他们那些小孩问题 我看到 他看到呢 有小孩呢 就跟那玩游戏 就打那个假枪 拿那假枪就跟那打嘛 然后呢 这个记者就问说 你打这个枪哈 谁是你的敌人啊 然后那个小孩说呢 美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然后说第二呢 说第二就是日本 而第三呢 第三就是韩国 这是他们的三个敌人 那小孩都是这么回答的 美国就是他们的第一号敌人 从小呢 就教育他们这些小孩 这些小孩记住了啊 美国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国家 对不对 美国都是这些国家的 头号敌人 就包括这个欧洲啊 对不对 前一段时间 不是有一个民意调查吗 就问欧洲的那些人民 问他们说 是谁威胁你们的这个民主权利 他们就是最大的威胁 就是美国呀 回答美国的最多呀 对不对 美国脸皮多厚啊 还跟那自诩 是民权的祖师 也 自诩是人权的判官 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对不对 谁给你的 至少有90多个国家 不同意吗 好 现在我再来说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董经纬 董经纬这件事情呢 到今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段时间以来呢 就吵得沸沸扬扬 美国那边呢 再加上那些恨国党啊 都跟那吵说 董经纬呢 已经叛逃到了美国了 一开始说呢 是一个高官 后来呢 就跟那吵说 这就是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 董经纬 说的呢 有鼻子有眼的 一种说法是 二月份的时候呢 他到美国去看他女儿 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二月份的时候 他和女儿一起 从香港飞往了美国 这两种不同的说法 那直到17号的时候呢 美国那个红州那个媒体 就出来说了 根据他掌握的 来自于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的 官员的可靠的消息 已经证实了 说这个高官呢 叛逃的高官就是董经纬 那完了以后呢 18号中国的国安部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 就发了一条新闻 这个新闻呢 就是董经纬在国安部主持召开一个 反间谍的一个座谈会 没有照片 所以呢 美国又再次说 没有照片 如果不澄清的话呢 就还好 我还怀疑 如果这样一澄清 连个照片都没有 我现在就完全相信了 那美国的众议院里面还有一个汉奸议员 他叫于怀松 老大不小了 已经都62岁了 就跳出来说呢 说董经纬叛逃这件事情呢 他就是真的 他说 我就跟你打赌 我就赌上 如果说我错了呢 我就辞去所有的职务 如果是我对了的话呢 然后呢 那位香港的网友 你就捐10万美兰 好 今天 中国呢 再次召开了上河组织会议 这个上河组织会议呢 是由赵克志出席上河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16次会议 这个会议呢 是由不同的国家各个成员国来参加的 那中国一方呢 除了这个赵克志以外 还有谁参加了呢 中国参加的人员呢 就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孟阳 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专员陈国平 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 这些人参加了会议 上一次呢 那个安全部的那个会议不是说没照片吗 这回有照片 这四个人 再加上赵克志 一共五个人 然后呢 有照片 在这个主席台上 整整齐齐的 坐着五个人 其中就有董经纬 这件事情是不是实锤 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呢 大汉奸美国的议员叫于怀松 他认还是不认 还能耍赖吗 辞不辞职 不辞职就是孙子 对不对 不过我估计这孙子肯定耍赖 好 这个照片我给大家发上来 好 我这个视频呢 今天就结束了 时间又不短 那这段时间以来呢 我发现有的那个网友就说呢 说这视频啊 有点长 可是这视频里面都是这个内容啊 今天你说 我说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啊 五个方面的内容 如果我五分钟就说完的话 那我就是只说一个题目就行了 那你们愿意看这个吗 对不对 好 现在能看到我现在说话的呢 这都是我的铁粉 因为呢 我发现好多人并不能看到最后 不仅不看到最后 有很多人呢 就看一开头 这个油管啊 它有统计数字的 油管的统计是 我这些视频 它平均看的这个时长呢 也就十分钟左右 你看我这个视频四十多分钟 有些人只看十分钟 所以呢 对于那些每次都把我视频看完的 感谢我的铁杆粉丝对我的支持 所有能看到我现在说话的 就是我铁杆粉丝 不然的话 他们都不看到最后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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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